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吹车频道 今天我们会和大家讲一下拍静相系列 会讲一下岸旋洲大桥上面的拍静相位置 其实短短1596公尺的岸旋洲大桥 警方经常放在相机那里和大家拍静相 不想看片 先和大家讲一个经常警方放静相机 在准备供候大家的位置就是九龙沙田方向 看到两部警车在供候大家 不想拍静相在这个位置要收邮 另外一个经常放静相机就是尖山隧道方向 大围沙田园 大家过了刚才的快相位 不要开心得太快 通常过了一块相位之后一至两公里 大家都要收慢车速 通常会有铁马在前面 准备供候大家 所以不要以为过了海神仙 往往就是这样出事 今天新鲜滚热热 2022年4月7日 帕斯的现场都在岸旋洲大桥 过了隧道之后 大概去到这个位置 左边其实当时驾车的我 都看到好像有些黑影在桥面 在左边 所以都收慢车速 走回中线 大家看到不对路 都应该这样做 去到那个路柏位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路柏位的虚影线 果然有两个帅哥 放了一些静相机等大家 当时过了帅哥位 大概半公里 在右边的快线 有些货车都开快了 可以看到 但是有个白色的Benz 其实他应该觉得自己 过了海神仙 继续加速 越开越快 大概开多两公里 我们看看他的后果是如何 两公里后 就像我这样说 通常会有警车或铁马 供候他 所以我们有个重点要留意 就是当我们通常看到静相机位 即使我们当时没有超速 但是过了之后 一至两公里内 其实很多时候会铁马 警车手后大家 所以都不应该超速 当然本台不鼓励大家超速行驶 以下就是那些超速的佛货 超过了15公里 要扣分 由三分起 所以大家都警惕一下 希望大家喜欢看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支持 订阅我们 你的支持是我们的动力 拜拜